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回来 其实刚刚谈到这个租屋的贷款 其实是非常踊跃 可是呢也发生了一些问题 刚刚有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认为这个因为会造成房东被扣税 那这个部分呢 我也觉得说搞不好房东以后就跟你讲 那个税是你要缴的 那又回到这个租屋的人身上 会不会这样子 其实会不会回去 这背后还是有他到底能不能回去的问题 那当然我觉得这背后是财政部一个很大的麻烦 就像说我们刚刚提到资本利得税 赚钱应该磕 他不敢磕 你说要磕空地税 豪宅税什么 大家只是说说装个样子 这种该做的他不会做 那这些小房东小房客 其实房东不一定是真的就是强势 很多房东其实也是蛮弱势 但是他不会赚点钱养老的这样的过日子 然后他逮到机会还就给人家 其实还是什么 他其实是不当得利 因为那不是他去查出来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真的 不过刚刚秉宜有提到 他们也在游说财政 就是说其实房东不要扣税了 让整个租屋的市场活络 你赞成吗 其实这是我们一直在呼吁的 就是说你租金比较低 或者租给某个所得水准 或有社会经济弱势以下的家庭 这样的房子 政府应该把它视为自用住宅的方式来扣税 这个很好的 那就没有说他要被另外多缴税的问题 像大家不是都很快乐吗 是不过泰轩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租屋市场 你有没有国外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让台湾的租屋市场是可以比较健康的 当然就是国外的租屋市场来讲的话 当然也非常的火弱 但是这几年来大家有没有发现 台湾的租屋市场也有越来越火弱 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房子供给量 的确是越来越多 尤其是像有一些投资客 奢侈税过后 他没有办法卖 没有办法卖呢 他就由售转租 所以市场现在的量非常的大 我们甚至可以看得到说 像电视啊 现在打这个租屋广告的 非常非常的多 就是网路的平台 对 那台湾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像以台北市的 台北市目前有这个租屋需求的 大概有50万户 那新北市相同也差不多有这么多万户 其实这个需求是非常 量是非常大的 那我想说其实政府应该要 比较重视这一块的市场 能够把它好好的用一些 规划 好的政策来规划 对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的还是 规划不足的一个情况 是那个石先生 你觉得如果现在房市很冷 那如果租市场活络的话 你会不会去当那个租屋的 那个租赁的投资者 所谓的包租公之类的 对对对对 这在之前早期是有这样子的 一种趋势的 但是因为现在刚才我们谈到 那个所谓的税金的问题 其实那个是在一般我们的 实际操作面来讲 是非常简单的 没有那么复杂 因为双方只要在合约上 记载清楚 这个租金里面是含 这个税金还是不含 大家双方讲好就没有这个争议 也没有所谓逃入税的问题 因为交税 本来就是国民益金的责任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事实 那至于说投资来做这个 就是说成租当包租公 你会不会做 对 一般在投资的角度讲 都是希望能够时间越短 回收这个是越快越好 一般有个术语就是说 当你套拿的时候 你才会去想到去做出租 除非说你一开始就打算 就是用包租公的方式 那个就是另外一种投资 那个牵涉的比较复杂一点 OK 其实秉宜 因为你们也希望能够 租市场被活络起来 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弱势者 不过有很多的契约 是不利这个租的人 那你们现在有哪些方案 可以介绍给大家 你们希望怎么去促进 这个租市场 OK 当然就是说 第一个就是就服务的过程里面 那个房东房客的一些过程 要受到一些保障 或者是他有一些疑问 或者是纠纷的话 要有一个好的一个后盾的机制 就是说要有一个纠纷的一个 处理跟保障的一个机制 等等 大家好 他们认为我们 Burgoyer 我们在两个小时 我们在两个小时 是这里面是什么 先就能够帮助 再次我们先在两个小时 现在我们下局 我们下局 我们下局